这有个小学你看应该叫西湖小学吧 它是这个沙士区中小学生校外活动实践基地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相对来说在城里的孩子 他确实有可能接触一些浓冲的一些东西特别少 就感觉好像真是五谷不分是肯定的 尤其在这个城市里相对来说生活也比较便利 就很容易也可能就视之不勤 所以经常我觉得到这个农村到这个乡下来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 我觉得对这个孩子成长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因为现在家长对孩子教育我觉得可能没抓住一个根本的东西吧 总觉得他只要学习好别的就可以什么都不做 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你说对吧好像也对 但是呢往往大多数情况下是你给他好吃的 你给他好喝的 你给他好穿的是吧 他反而不去学习了 所以这也是个问题 如果说让他能够体会体会 当然不是说农村生活有多艰苦吧 现在也基本谈不上 当然肯定还是 我觉得肯定还是有比较艰苦的地区嘛 因为像这边是那个江汉平原 相对好一些 但是你看去像贵州是吧 贵州永南一些山区确实还是比较 我觉得还是比较辛苦啊 可能是比较辛苦 体验一下是吧 知道说这个 在这好多这个学习上的东西啊 它其实是来源于这个生活实践 就我一直说过好多 现在我们老说这个 有好多这个老师老说 现在这个考试很活很活 它不是活 它主要是这个 更贴近于这个实际的生活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实际的生活 你怎么做这个题啊 比如我们说这个棉花 那到底一亩地的棉花 它能够做几件衣服是吧 其实这个如果他的孩子 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些考试那些题 那都是很简单的道理 反而越是这种 你看似简单的东西呢 你把它搞明白了 那就没什么难题了 如果为了做题去刷题 因为我也看好多 所谓网上的视频 一些老师 然后教孩子 这些数学题了 什么题 上来先分类 这是哪类题呀 这是我们讲过的第几类呀 哎呦我的妈呀 我是觉得 觉得这个讲法真的是 孩子完全成机器了 是吧 他第一印象是 这个东西我老师讲过 没讲过 我没讲过就不会了 是吧 它不是那样的 但是 目前这个现状吧 也很难改变 一点点了 一点点来吧 是吧 我觉得 要好的方向去发展 这有这样一个纪念碑啊 我不知道是 什么什么纪念碑 我们来看看吧 这个亭子叫八 八眼亭 充之所以名西湖者 离湖西片之未也 八眼亭在焉 亭之所以名八眼者 死千祖八空种之字也 这个亭子叫八眼亭 因为这个最早来的这个人 叫叫 他的一个字叫八眼 但是这个村叫西湖 是因为是那个 离湖的西面 有个湖 这边应该有个湖 我记得在地图上看 湖的西边说叫西湖 为什么叫湖西啊 西湖 然后这一大片 我就不念了是吧 我就不念了 因为太逆光了 真的实在是看不太清楚 我能看清楚吧 但是拍不太好拍 调调亮度吧 新世纪 第五诗 江汉独陵抗战纪念碑 我不太知道这段历史啊 因为确实有些 我也不是搞历史 真不是搞历史的 所以我只能看到什么 然后我边看边学吧 我觉得这样可能是 也算是一个办法吧 当然说系统的学习也很重要 但是呢 系统的尤其历史的知识 系统的学习 有时候真的记不清楚 那我们就看到什么 学什么吧 是吧 抗战纪念碑 在这发生过一些抗战战役吗 不太清楚啊 我们绕到后面 绕到后面看看 有没有一些介绍 因为一般它在后面 会有些介绍 江汉战役 哎呦 江汉战役 西湖春 这是2017年 2017年立的 2017年立的碑 很新啊 我主要是纪念那个 独立十四银是谁 是那个 是贺龙 贺龙那时候开辟的 然后在这里也发生过一些 那个抗战是吧 消灭了一些这个伪 一些伪政府武装吧 是吧 这个意思 原来这是 这是原来的 十四银指挥所遗址 修建的这样的纪念碑 原来这应该是一个抗战遗址 这一片就是那时候的抗战的一些烈士的公墓 我看有的剩余1911年 应该牺牲的时候也都也都不大 我看看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 叫中华碱氏 普蝶文化先贤 这应该是 那这个这个村都姓 姓碱的居多吗 树原五千年 五千年明 华夏只从街言黄 奔波四十载 会天下 简是于通志 那可能是不是这个村姓 简的多一些 所以 修了修了 你看中华简是普 续修委员会 立了这样一个碑是吧 那有可能吧 那我们怎么知道 它这个这个村 村那个是不是姓 简的多 我们可以看一看 他们村的一些 哦 确实是 你看这位烈士 他叫简 简工臣烈士之母 是吧 肯定姓简 这个不是姓简 这位也姓简 简送亲烈士 确实是 应该现在姓简也很多 那这个就不是了啊 这是最早 最早签到这个西湖村的 他姓简 所以叫 四足简工 呃 眼邦 那是寒吧 还有 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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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子审号码 老夫人纪念碑 什么时候签到现在呢 签除以488年以 488年是什么时候 400多年前 是什么时候 在清朝 清朝吧 清朝时代 哦 从哪签过来的 大家赶进去的话 可以研究一下 啊 应该在那边会有 啊 姓简 是吧 姓简 可能 啊 所以这个像一些比较小的姓啊 简 简应该算比较小的姓 它其实确实是 啊 一脉相传 是吧 它哪里有 这样聚集的 然后哪里又有呢 肯定从那边 有一部分人牵过去的 当然肯定也有部分人没走 这样概念 哦 很有意思 说明 这个这个村的啊 好多都是 外牵过来的 你看它还有 有一段这样的历史吧 有一段这样的历史 这什么 什么叫 周五王激发 幼稚 鸡殿 什么简博 穿 就是确实啊 像那个 大家知道像哪 像那个在缅甸啊 缅北 我们说缅北 缅北好多好多 现在还有好多的 那个我们说的 汉族人啊 好其实他们是有 有 从什么 从那个 呃 那个 祝元璋吧 是那个什么 那个时代是吧 那个 祝元璋是那个 宋 应该是那个时代 然后 嗯 清雄入关嘛 然后他们跑跑跑跑 跑到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永南那边 然后最后到了缅甸那边 所以你看他们现在说话呀 好多还是有这个 南京那边的口音 南京那边的口音 如果你听过的话 那你就知道 所以我估计当初这个 简家应该也是 名门望族吧 因为一大家的人才会 有钱嘛 往外跑要有钱 大部分 不是说那个 你想有想走就走啊 你就现在 你想走你也得 你也得买票啊 是吧 一样道理 所以这个 确实也是啊 当然有兴趣 大家可以再研究研究吧 今天我就 因为还要 还要往前走 那就不多看了 我把它拍下来啊 有机会 你看那个 这个电线 刚才有个叫 陈森书画院 是吧 刚才我们说过这个陈森 就是写那个 护油液充分来 是吧 现实万素地化开 确实是 好多年了 但是对现代 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有一个宣传 你看叫西湖盛进 横台 不是 横里台 怎么念了 横里台河向湾 什么意思呀 横里台河 横里台河向湾 然后这是 这有一个革命老区 红色西湖 江汉平原 闷里水乡 你看它这个小房子 小房子也画的很有很有感觉是吧 但这几个字 我真不知道有没有当地人 就知道什么意思吗 横里台河向湾 什么意思 横里台河向湾 不太清楚 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先走走 横里台河向湾 闷里水乡 这边你看是 还种 那边有个大哥钓鱼 它这边也种西瓜 真不知道 咱们一直以为 这边就是种水稻 其实你看也种 也种瓜 西湖春 麒麟西瓜 800个西瓜大盆 产量240万斤 240万斤 什么概念是吧 结果我觉得如果说240万斤可以换算成 就是说够够多少人 对吧 吃吃一颗 平均到一个人吃一颗的话 多少个人吃 这样我觉得大家有概念 你240万斤真没概念 240万斤啥概念 美都麒麟瓜 而且种瓜 这是这个 永久保护农地的这样一个宣传标语 你看因为旁边挨着这个机场嘛 所以叫空港小村 幸福宜居吧 我们应该是宜居 幸福宜居 宜居 肯定是宜居 确实也是啊 因为在北方也没有水田 基本都是旱地 旱地根本看不到这种水的感觉 所以看到这种 有水这种感觉 它是特别的那种生机要然的样子 那边应该是有飞机在降落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应该是客机 能不能看到 在下边 应该在降落 飞到刚才从路边过去 应该是 那个不知道是从哪飞过来的航班 因为在我们的左前方那边就是机场 就是机场 现在机场是一天几班了 记不太清楚了 我们到了再看吧 你看这有个这样的革命老去红色西湖横里台 横里台是不是个地名啊 你看这是新世军 湘南独立营纪念团 然后碱四龙体是吧 我们说那个西湖村 是碱四的后代 确实也是啊 现在也有 但是碱四龙肯定是现代人嘛 是吧 刚才我没有去看啊 没有去看 我们接着还往往前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